黃毓民議員 主席 政府的小販政策就是兩個字 叫做趕絕 所有的持牌小販 你現在現有的就繼續 然後你一直減 我們曾經在事務委會裏 跟副局長又喊又貴 希望那些老人家繼續給他經營 有些你趕絕他之後 他只是在等死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政府的小販政策是管 和現階段是管 長期的來說是趕絕你 你說報犯 所有的便利店都有 請你不要發長篇 因為剛才楊梅問問題 你真是浪費氣 你真是天真無邪 怎會要欣述給你報犯牌照 現在是要趕絕 我要問局長 剛才黃定江提到廣告的 你沒有回應他 你有沒有回應他 現在的報攤 可不可以給他一些廣告展示 然後多些收入 曾經有報反大聯盟主席說 政府也有一些廣告 或者是旅遊推廣 可不可以在報攤 有很多當眼的地方 你給他有展示 這些廣告 可以給他做這些 然後他就可以有些收入 問題就是 兩次加煙稅 他每年加煙稅 他賣煙 基本上是一個主要收入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做調查 研究 你就知道 賣報紙是賺不到錢的 這麼多免費報紙 是嗎 那些報攤 你看到他答的問題 你問政府 他不會發新牌照 現在現有的 你是不是要維持他 你就是管 會不會 你清楚提出你的問題 我問他問題 會不會放寬廣告展示 因為他沒有回應王定江 你問了之後 請你給局長回答 好嗎 局長 我主要的答案都說了 廣告那方面 我們也是自從上一次加煙稅之後 也跟他們有關的小販代表 都談了 是容許他們現在放寬廣告 但廣告的內容 一定要是跟他那十二樣的 就是可以售賣的物品 是有關係才行 我亦都注意到 現時很多廣告 他們很多冒犯都有廣告在 全部都是賣 大部分可以說 都是賣雜誌的廣告 就是跟他們所賣的物品 是有關係的 多謝主席 議員剛才的問題 問政府會否放寬到 譬如幫政府做那些旅遊的廣告 就是跟他的售賣物品無關 政府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主席 我們已經解釋過給業界聽 我們阻取法律意見之後 他們是不可以買一些 跟他們賣的東西 是沒有關係的物品的廣告 有空的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